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塔下的花园 那今天的园艺小知识呢 和大家分享一种月季夏天常见的虫害 它叫做继马 那么继马它的体型呢,非常的小 经常隐藏在月季的叶片或者是花苞之中 那么靠蚕食新叶或者是花苞的枝叶为生 那么被它蚕食的新叶呢 会因为营养缺乏呢,变得非常的扭曲 然后无法正常的生长 那么被它蚕食的花苞呢,会出现发黑的迹象 然后无法正常的打开 那么碰到继马这种害虫怎么办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比较好用的药物 它叫做笔虫磷啊 那笔虫磷呢,一般我们是每个星期喷一次 然后连续喷几周就可以了 通常一周就可以见效 那么喷的时候要注意啊 因为继马这种害虫呢,喜欢在夜间活动 所以说比较建议大家在夜间使用药物 好了,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园艺,欢迎关注塔下的花园 再见